大家好,我是爱鱼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星雄铁到翡翠角色攻略 首先老关里依旧是先介绍角色行迹 翡翠普攻是目前星铁最特别的 直戟就是造成扩散伤害 而战绩也可以给我方另一名角色上一个buff收载人 速度提高30点持续三回合 每到翡翠回合开始时收载人状态持续回合减一 拥有收载人的角色攻击时 每命中一个敌人会附带翡翠攻击力数值的附加伤害 并消R%的生命值上线的血量 不过翡翠对自己的使用是无法吃到速度提高加成 以及不会扣血 收载人状态没结束前无法再次使用战绩 天赋就是翡翠或收载人状态角色 他们攻击每击中 使击中造霉造成伤害无所谓 每击中一名敌人 就给翡翠多一点充能 8点充能时 翡翠就会释放追加攻击 造成量子全体伤害 本次追加攻击R无法充能 而且翡翠触发追加攻击时 会获得5成档品 每成档品给一定数值爆伤 最多叠加50成 然后翡翠需要注意一点 首先大家从上面描述也能看得出来 翡翠战绩是不建议对自己使用的 第一输入加成是不到 第二翡翠对自己使用的话 凭A只是扩散伤害 而且频率不高 这样子充能就跌得很慢了 一次只能跌6成 但是如果说给其他的队友 尤其是黑塔呀 机子重角色 他们能多行动 多处罚 逐一加攻击 那么这个充能跌起来就非常的快了 天赋爆伤跌成也会很快吃满 而翡翠也是个产点角色 EAA循环 因为你想让翡翠多花点都没有啊 收戴人状态结束起来 战绩都开不了 而翡翠的大招 是造成量子群体伤害 然后会使接下来的两次追击 获得倍率强化 所以行际加点顺序 悠闲天赋 及时大招 最后才是战地普攻 然后 这时候可能会有人说了 哎呀 那这翡翠要给队友挂buff 是不是要带什么速度鞋 或者配肘数据要高 才能先给队友上buff 大家不用担心翡翠的额外能力 能让自己战斗开始行动提前50% 直接就能先挂buff 而另外两个额外能力 一个是让天赋的档品 每成不仅给爆伤 还会给0.5%的攻击力加成 最后一个是 敌人入场会给翡翠跌一层档品 收戴人行动时 还会给三层档品 所以大家不用觉得 这翡翠天赋50层很难跌嘛 实战打需要去四 跌起还是非常的快的 光追方面翡翠优先专武 这个就不必多说了 其次依旧依立不倒的 自食罪保值光追 警员专武 但是警员专武是释放战技或大招 会获得追加攻击增伤buff 如果翡翠追加攻击频率更低 EAA循环再移大 那么覆盖率就有三分之二 但是翡翠大家也知道 都是达虚构专用的 追击频率肯定不低 所以这时候可能就不如机子武器了 就变成优先机子武器 其次才是警员武器 如果说你这两个武器都有时 不如这个警员武器给其他的自食 倍率用机子武器 回归正题 其次 黑塔商店白嫖的自食光追也能使用 四星光追可以选择达约卡武器 金律是和平的一肩 但如果有其他高跌营的四星光追 而达约卡武器低跌营 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天才们的修器 或者说我的诞生 一切方面 外圈套竹王选择永烈的套 但是如果你有以前好的量子套和大功套 但也能使用 差距真的不大 内圈选择多浪王朝 但有些人不玩超级破的 可能没刷朱电弓这个副本 那也可以使用磁钢尼亚 或者队伍有其他自食角色时的神国套 要是你有老的杀索图特别好的 也能使用 可能有人说 哎呀你给这么多选择 我又选择困难痴怎么办 你就刷哪套最好好吧 哎 七指翡锤就是专精打修夕式的 所以上面几套 你任意选择都是能随便乱杀呀 你实在要我选择的话 我估计就是量子加磁钢尼亚了 因为量子套增上加武士防御力 以及大家也可能刷的挺久了 然后磁钢尼亚是吧 就是专门打修夕式用的 而且这个黄泉次有率也挺高 所以这个副本 大家应该刷的也挺薄 接着就是仪系组织条 躯干选择暴率 因为天赋给抽极多宝藏 所以这个暴率得要保证 鞋子选择攻击或速度 流行攻击啊 球选择量子或攻击 绳子选择攻击或冲能 配对方面 翡翠目前都是和鸡子或黑塔配对是最佳的 然后再上个乱梅或吃个鸟中群斧 就要有一个生存 或者这个是压力不大 再来一个辅助 或者说你直接鸡黑翡翠一起 也不是说破写 我知道有些人想说 能不能上任或者柯拉拉或者托帕 但是你上任或者柯拉拉托帕 那就是想打混沌的 如果有好的混沌buff时 也不是说不能 不过话又说回来 你任柯拉拉托帕 都已经有好多成型的配对了 你打混沌也没必要 这啥一个翡翠呀 翡翠目前来看就是 虚构特购 当然如果说你多手挺多心魂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好的 本期新庸喜好课堂 翡翠攻略时评就到这里